民眾誤信證券公司 賈專員的話數投入大筆資金 卻沒有收到獲利 賈專員謊稱還要再付200萬 才能收到獲利的金額 為了取信賈專員 警方和銀行合作拍照 傳給對方相約在超商見面 警方見時機成熟 當場逮捕面膠車手 接獲民眾報案 稱股票操作需要200萬銜金 銀行通報後疑似遭受詐騙 經警方與銀行經理得知 為取信車手將200萬的現金 200萬的畫面 提供民眾取信車手 並相應與超商面交 後續警方見時機成熟 全程鬼證完成後 立即當場逮捕22歲 防信車手 查購手機工作證等相關證物 另一起是一位富人 要匯款600萬 給一名股票代操人員 由於金額龐大 在行員還有警方的勸阻下 順利保住民眾的辛苦錢 很有名你不能保證說 他不是假借他的名義來騙 我在網路上 我也可以自稱是這個人來騙你 懂我意思嗎 網路上的騙法很多種 民眾表示需要投資 一家未上市公司的股票 資金要賄賂先以個人借貸的方式 是會給一名男子賬戶 再由對方轉入某控股公司 並有多種投資方案 供民眾選擇 後經警方了解後 委婉解說之後 民眾相信 氣招詐騙 然後打消 匯款鏈頭 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警方呼籲多方查證 或是撥打165 反詐騙專業質詢 避免荷包受損 無法求償 記者萬事連新竹 採訪報導